大家好,我是博哥啊,给大家推荐一对种鸽啊 价格适中啊 鸽质量非常的高啊,而且这只鸽特别的 先欣赏鸥鸽啊 这只鸽鸽真身啊,这叫鸽鸽 足环号是2021-206啊 1412371啊,2021年啊 正年轻的时候 这只鸽啊,他快啊,短度快 呃,后面,后把非常的留,后把基本上没东西,就是咱们常说就是说 呃,上天有没有,就看后把留不留啊,这个后把特别留,这个 后面基本没中,看,你看都在前面,大家能看着了啊 这个的所有东西都在前面呢,而且体型呢,他不不小啊 啊,是中等偏小一点啊,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人呢,看什么委托 大家,我再教大家一点啊,看着没有这鸽的尾托 哎,这个叫鸽的尾托,看着没有 他这尾托越长 这只鸽越有速度,越有耐力 你记住啊,就这个,就这个尾托 这个不是尾巴吗 尾的,尾的下面的尾托 这只鸽尾托特别好,所以这只鸽是个速度型的啊 我给你看看眼,看着没有这眼神 整圈的大眼智啊 这鸽子呢,是一个总鸽类型的眼智啊 是个总鸽类型的眼智,眼睛非常的好啊 大家欣赏熊鸽啊 这是熊鸽 这熊鸽呢,它龙骨啊,它龙骨是中高腔啊 但龙骨长,这鸽龙骨长,那持鸽龙骨短,这就是形成那个互补 呃,这只鸽的尾托呢,也挺好看着没有 就有时看鸽看鸽快不快,赛鸽看快不快,看尾托 尾托越往上延长的啊,就越好 完了这只鸽呢,这个足语啊 就我才能讲的是足语第1根和第5根 它能比较像连刀切的那儿骑的话,都非常好 这个足语非常好啊 大家看一看足语 看啊 往这边撇的,看什么,这个头 这头往这边撇的,赋语大家都知道 往这边撇的是足语,看什么呀,大家看啊 足语的第1根,到第5根,12345 啊,就看这5根,看什么呀 12345,看着就这5根 它就像刀切的一样 完了到第6根,就长短就不一样了 完了到这个,到这3根将军条 这3根将军有一边长的,有的是第9根长,两边短的 还有就是,楼梯上的一直撇下来的鸽子啊 就是这样事的 但是重点就看着鸽子稳不稳定,快不快 就看这个足语 足语的1到5根 你就能看上去 完了这个鸽子呢 能不能飞耐力的,你就看这尾托 这个尾托相当有用的啊 因为它这个在 长时间的那个空气磨扎中,它拖着尾托,那尾托越长越好 呃,这只鸽子跟那只鸽子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这个中的偏大啊 呃 是属于 长山脚,那只鸽子是球形体 我家成功的配对都是这种配方啊 呃,这个的逐换号是2022-06啊 130 呃,4956啊 这两个人的配起呢,充眼纱,充血统 都是,都是非常好的啊 咱家这种大鱼点飞跌好啊 呃,我给你看看眼睛 这只鸽子的眼睛好啊 这只鸽子总晒兼背的眼纱,看见没有 遗传肯定好,这只鸽子 我今天推荐这对鸽子属于自由配对啊 不是人工干扰配对的,因为今年我配的鸽子呢,有几对,有12对吧 有12对是我人工干扰的,就是我必须给他来配起的 虽然很多鸽子往那里一愣啊,越谁配谁配谁 但是我发现配的都很合理啊,他们配的,这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在一定好的状态中,他肯定找一个好的状态的某,配这一起 呃,但是呢 我认为这种鸽子啊,因为我家成功的配对都长形体配球形体的,玩出的鸽子不大 这个鸽子熊哥是长形体 词的鸽子就属于小球形体,而演出还都比较搭配 全圈染制配的半圈染制 这这个,这对鸽子很有汉金量的啊 喜欢的咱就研究啊 不喜欢的咱就直接让它出来着啊,直接送比赛就行啊 今天视频结束了啊,跟大家说一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